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不仅带着一股若银若现的酒香 还能够帮助食物释放特殊的风味 那糟乳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啊 在这个酒的帮助之下 可以让肉类的油腻 浑腥感通通消散 就像我们这张图片上做的是这个糟乳虾 虾子的滋味也是特别的好 并且呢 如果用它去浸泡蔬菜的话 也能够增加蔬菜的滋味 吃起来是清爽不腻 特别的适合夏天 所以呢 应广大粉丝们的要求 再给大家重温一下这道菜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地看清楚这个糟乳的制作过程 学会了的话 真的可以做很多的卤味 这个是给我们今天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新菜啊 叫什么 糟乳虾 我可以先尝一下吗 可以啊 它闻起来就很香哎 这有米酒吗 还是什么 对 这个是油酒 哇 好好吃啊 这个虾肉非常的弹 然后里面是那种甜甜的 仿佛还在里边吃到 有点桂花香的感觉似的呢 它是那个黄酒的香味 啊 还有一个酒糟 酒糟发酵的那个香味 它这个是要泡浸泡的时候要泡一晚上 提前带了一个泡好的给你先吃 行 我们现在就是教大家把这个酒糟调的一个糟乳 用的这个是矿泉水 用作为冷菜来说 这个水质是比较干净 是吧 对我们健康也是比较好 或者我们是用那个凉白开 就必须是凉水 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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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把这个酒糟放下去 所以这个500克的水其实就相当于一整瓶矿泉水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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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250克的糟泥 对 然后现在我们再加500毫升的这个黄酒 也就是这个黄酒和矿泉水是1比1 你是套我比例吗 对啊 你这个交给我们最重要的不就是这个比例吗 你都已经精确到课了 对啊 因为我知道这个卤汁要调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比例一定要特别精准才对 对 这里边这个泥是能吃的吗 泥我们要过滤的 我们要取这个泥的它那个糟卤的那个香味 这个时候我们调一点味 二十克盐 我们刚才在里边呢 先加入了500克的水 加入了500克的黄酒 然后又加入了250克的酒 糟 放了一点香料 香料分别这是 香叶 一点桂皮 一个八角 两个辣椒 然后几个花椒 增加一点它的香味 像这些就是东西我们不加热的话 它的味道能释放出来吗 可以 如果加热它会挥发了 这个卤汁我们已经调好了 调好了之后我们把它放两个小时 让它的那个香味挥发出来 好 那这边呢我们要这个静置两个小时左右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煮下这个虾了吧 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虾子给煮好 嗯 这煮虾应该没有什么 对 糟卤的这个它酒味已经很重了 去腥其实无所谓的 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一般来讲虾我们可以选各种你爱吃的品种 比如螺丝虾呀 鸡围虾 好 这虾我来煮吧 我还挺擅长的 现在我们的水呢已经开了 我们就把这个虾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一般来讲 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时间 然后呢这个时候煮出来的虾口感是最嫩的吗 时间看你的火候 一般我们在家里面煮火是比较小的 有的时候水可能没有开 它的热度已经把它泡熟了 但是安全期间我们还是以水开为主 然后水开了之后我们看这个虾肉是发白 不能是透明了 好 我们这个虾呢就煮熟了 我们把它过一下冷水 这个呢也是一个我们在制作美食的小妙招 煮熟的虾出来马上放凉水 也可以让它的这个肉质更紧实 更坍 好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糟卤啊 已经静置了两个小时了 其实已经它分层了 对 对 下面我们是要把它过滤是吗 对 糟卤啊 绿的那么干净 我们看看都需要用什么 这边呢是一个这种漏勺 对对 然后这个是纱布 纱布 嗯 纱布我们把它折叠 折叠的厚一点 多厚 这样应该是已经是四层了 四层了 差不多了 哇 真是好有成就感啊 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时间的沉淀吗 对啊 两个多小时 纱布 纱布 现在这样看来好像是绿丸就是 现在很久的的浓浓的 这个水层上的汁已经过滤了 现在这个步骤的时候像刚才所说的 这边其他的虾呀也可以 可以 那树的 然后就把它煮熟了之后 放进来也可以 嗯 嗯 那里边这个 呃 刀鲁是不可以 所以这个可以吗 刀鲁一般是用一次就行了 因为烤完了之后它的味道就更好 可以吃干掉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要泡多少时间 在家里面我们就是把它放上保险头 放到一箱里面进去的业 然后就直接拿来吃 绝对是交给时间的美味 那虽然呢整体制作的时间是很长的 但是实际上制作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 下面呢让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这道菜的制作要点 炎炎夏日 这道糟鲁虾必须学习起来 制作糟鲁是关键 要严格按照比例配比 矿泉水500毫升 酒糟泥250克 黄酒500毫升 20克食盐 加入少量的香叶 桂皮 八角 花椒 熏匀混合后 静置两小时 让所有材料充分释放香气 接下来将虾煮熟过凉水备用 两小时后 脏炉已出现明显的分层 用纱布和漏勺过滤 谢谢大家